如果不是最近和朋友聊天 我是真没想到清华的硕士 今天找工作也这么 我是自动化专业的 最近互联网大厂的暑期实习都开始投递了 那一般来说呢 暑期实习和最终秋招的流用关系特别大 所以说要想找个好工作 暑期实习特别特别重要 我们实验室的这一批硕士嘛 就到处投简历 我们这一届的大数据硕士 到目前为止只有其个别找到了实习 我们就真的没有想到 清华的硕士找工作 也会这么难 你在一块闲聊的时候 都一致感慨 要是没读这个研究生就好了 是啊 要是没读这个研究生就好了 读了个研究生能找的工作 和两年前本科能找到的一样 甚至还有所不如 现在就业形势更差 工作不一定能找到 还直接少了三年的工作经济 这几年的形势变化太大了 短短不到四年 经济从繁荣变成了衰退 四年里多少行业直接消失 在四年前 谁又能想到会爆发疫情 谁又能想到世界局势会这么紧 过去二十年成功的经验 在现在一下子变得不可复制 在这样时代的浪潮下 个人的规划就只能是一只小小的毒物中 只能今天一个骇人听闻的真相 今年是夜场二十年以来最难干最卷的一年 最近我采访了很多夜场女生都跟我说 最近她们在整容或者说准备去整容 这么多人整容的背后 她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今年的夜场比往年都要卷 这个卷包括了老板 营销 队长 女孩 谁也逃不了 我这里不是说整容有多好 更不是为哪个医院去打广告 我想告诉你们一个真相 夜场将会越来越卷 疫情三年 很多夜场姐妹断断续续的上班 今年她们都会卷土而来 三年的疫情 很多十几天倒闭参员 投资收不回来 加上创业负债 很多负债的女人 她们也会来夜场上班 所以说今年夜场的姐妹们 一定要面对现实 收拾好心情 调整好心态 不要老是一山还有一山高 频繁的去换场 更不要动不动的就休息 请假谈恋爱 泡男模 夜场的只能干一阵子 永远干不了一辈子 所以说珍惜眼前上班的时光 今天一找呢 我就去了我家附近的一个 电子厂去面试评管 快九点的时候 面试官呢 从厂里面 就是慢悠悠地走了出来 当时我们面试的有九个人 五个男孩子 四个女孩子 可是当面试到我的时候呢 那个面试官就上下 瞄了一眼就说 我觉得你不太适合这个工作 你是干不了的 因为工厂里面的话 就比较累一点 而且有的时候 加班也会比较晚 他说看你这身打扮的话 我建议你去做销售 或者是做服务行业吧 当时呢 我也就没好说什么 就走了 我觉得我这打扮也没什么呀 可是在他们眼里 我就是比较特别一点吧 他就是要养新手 要拉人头 他要就业率 你要这样说的话 那可能还真 他要拉保护伞 要国家不敢动他 拉人头 和美团一样 解决了 做传销的 解决了就业问题是吧 你说他那个单 他能赚多少钱给他 你拉人头进去的时候 一个人头多少钱 一千多 对啊 激活账号激活费 还有那些什么 交会员费 这些已经是一次性给他了 还有那个押金 说句不好听的 拍照迟一点 直接给你扣了押金 对对对 你说今天 那个钱基本上都是给他的了 两千块一个人头 差不多 然后如果你是你好干的时候 前一三个月 一拼命拉一个新手 都可以跑一两万流水 你叫你兄弟进去干 要不要买车 要不要租车 他就是一个租车卖车平台 和拉人头平台 但是好多人不带他那 他要老手吗 他不要老手的 但是好多人不带他那上面搞 他那上面有点贵 但是不排除很多人 还在那上面搞 反正我跟你说 很多人不懂的时候 都在他那里搞 对对对 认为那是官方的 哎呀你今天说完之后 我对拉拉有了新的认识 下面再看几段微信聊天 这就是我最近曝光的 保定科控电器自动化公司 卖猪仔的视频 一起80个人被骗到泰国卖谷 本来说是去做鱼匪鱼干的 飞机一落地就被大巴车拉到缅甸 准备以一个35万的价格卖 还好这些人反一块 不难后果 不堪设想 但是目前还有一个受害者 被控制在缅北KK园区 现在这些受害者都回国了 卖猪仔公司负责人也回国了 受害者也报警了 但是卖猪仔的负责人 却得不到法律的制裁 现在依然逍遥法外 目前我就要接到六个受害者的反馈 他们希望我多曝光 引起社会的重视 让卖猪仔公司负责人得到应有的惩罚 这也是我第三次发视频的 第一次发视频 1.2万点赞后被平台人工限流 第二次5000点赞后被限流 如果平台不能工限流 这些视频都很可能要上大陆门 能挽救很多人 因为现在国内很多老物公司 在从事这种卖猪仔的事 如果不引起全社会的重视 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国人被骗境外 最后这个网友还不忘提醒 叫大家少看战狼 在国外你求助大使馆 基本是得不到什么帮助 他们会把事情推给民间救助机构 战狼里的犯我中华者 虽远必诛 看看就好 广大网友千万别当真 我们国家真的还没有那么强大 像很多网友调侃一样 孙悟空去了缅北 都得表演杂技 奥特曼去了 都得坐轮椅 如果吴京去了 更是 其实只有深陷境外的人 才知道境外的险恶 那边大使馆也许真的不会管这些 我受到很多被骗境外人员的求助 叫他们去大使馆寻求帮助 结果都没有得到任何的帮助 只能自己想办法 现在东南亚国家 中国人就是行走的人民币 骗一个过去就是十几万 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 很多人费尽心思 骗国人出境 以免费旅游民业 高薪工作民业 低价娶老婆的民业 是最常见的诱骗套路 广大网友一定多注意 我在34岁的岁位 失业了 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会中了35岁就失业的魔咒 从去年9月到现在 失业马上半年了 依然不明白 35岁到底怎么了 未婚未育 身体健康 可加班 可出差 有能力 有阅历 正当打的年纪 怎么就被职场抛弃了 不知何时刮起了这股腰风 让30家的职场人失望至极 充满无力感 突然的失业 打破了所有的计划 北漂13年 本来打算今年买房 结婚生子 步入人生下一个阶段 可现在 满脑子找工作 求生存 终于体会到了35岁女性的不易 既要挣钱养家 还要拼命健身 保持身体状态 为生孩子做准备 在这个年纪找工作 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 你要结婚吗 你要生孩子吗 甚至有的公司说 我们加班很多 没时间给你生孩子 况且哺乳期也不方便 打电话开会 面试了很多家 都一笔年龄问题悲剧 职场上35岁闲老 60岁闲年轻 请问我该怎么生长 现在摆摊的人太多了 以前哪里这么多摆摊的 你看路两边 全部都是摆摊的 今年的工作不好找 好多人都说 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可能就去做生意了 现在有内容的太厉害了吧 在温州最不缺的都是鞋了 你看在路边上 30 50的 100块的都有 好的皮的话 100块钱 这个是我们称口 去年的时候 在路边上 就那么一家两家 卖早餐的 卖早点的 今年你看 都是卖毛巾的 卖口罩的 什么都有 都市的 卖衣服的 找这么多 现在 今年不管是浙江 广东那边 现在工价普遍都下降了 特别是暗月的 以前20多块钱一个小时 现在就十七八怪 20块钱一个小时 都很正常的 基建的话 也是单价变相的降低了 反正只要是新款做下来 就会价钱比去年低 像去年这路边上 哪有那么多白摊 做生意的 以前都比较少的 大部分都在厂里上班 偶尔就在外面的时候 吃点早餐的 或者是晚餐的 在外面吃一下 但是今年这也太吓人了 那么多白摊的 好像生意也不咋地 啊